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my是在设计公司上班 那她有一些想法跟理念 她没有办法就是说符合公司的所有的制式要求 因为她对于她对客户端跟公司端会常常做就像一个夹心饼干一样 她有一些职业道德上的挣扎 说法很含蓄 心灵上的良心谴责 所以到最后面就是决心决定说我们自己出来创业 那她可以依照她心里的最初衷 她要以人为本 以客户为主 这个出发点去做好她的设计层面 那我们就决定我们就做吧 我们就做吧 那我们创业初期 当时Amy在业界已经服务多久 八九年了 八九年 其实很长耶 九年的设计师 这里其实算底是很丰厚了对不对 所以其实也更有底下要出来 其实那个契机点是因为忍不可忍吗 对就是反忍不可忍的 也没有那么浮夸 但是就是觉得说太戏剧化 对时间到了可以出来了 可以让自己成长一下 对然后默默的也有很多推力 也就是这样出来了 家里有很多张嘴的很多声音 支持后盾都有了 对那就出来吧 没错没错没错 那创业初期其实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品牌 我觉得在设计师的这个业界压力应该蛮大 因为我们在业界没有名声 那初期的创业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 就是我的客员或者是网路的客员来的 他可能对我们品牌没有信任度 那怎么办 就是初期的时候 真的都是靠朋友介绍家人介绍 对然后后期到有做一些网路课啊 是 或者是就是对啦就网路课 然后他们的确会有因为 可能公司的知名度品牌 可能没有那么有名 然后可能也是工作室的启发 什么那些太小间知名度的关系啦 所以他们也是会去找更有名的 对 所以其实后来就是Emma这边就有建议我们说 那其实设计团队的部分的话 可以多参加比赛 然后累积作品 然后因为毕竟你得奖了 或是你有一些名气在设计比赛上 然后网路上也比较找得到 所以其实应该都有在增加网路课的信任度 对啊 所以其实怎么做反而是我们要去努力去呈现 我们优势的地方对不对 增加我们的底细跟信任度都是很重要的 作品会说话 对 那我们就让用作品来告诉大家 对 所以参加 透过参加比赛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那接着我想要请我们的 看哪位来分享喔 在我们的经营 我们出来自己创业 一定想要完成我们自己的品牌嘛 那透过完美设计 你觉得你自己在经营这个品牌的一个经营理念 跟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的核心价值 就是以客人的需求 跟他想要的东西为主 然后我们尽量的在他的需求要求内 把它发挥 是的 所以也是过去在别人的企业底下 我们可能有些增长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部分 没错没错 所以期许自己在自己的品牌上面 就是 可以做到这件事 对对对对 是 就是会很 因为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 当客户住进去了 你帮他规划的每个东西都是他想要的时候 他就会五十五刻想到你 就是说 其实这个设计师真的有把我们的需求跟想要的东西规划进去 他就会不断的想到你 那可能他的朋友 或是他的同事 有这个装修需求 或是有室内设计需求的时候 他就会第一个先想到说 诶我的设计师不错 我介绍给你 其实就是会想要把客户当做自己的朋友 然后 就是维持好这个关系 然后就是尽量的满足他们想要的东西 嗯 的确是 那再来是 因为设计业其实分很多种 设计业 那通常Amy承接的客户的一个族群大概是哪一类的 住家比较多 住家暗器 对 然后大概是小资组啊或是一般家庭为主 这是原本就有打算朝这个客运来去说吸引来的比较多是这种 听起来好像会有精打细算组耶 对 其实应该是说本来就是想要创家庭的人才会有买房的需求 对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慕名的小小的趋势 你本来主要的客户会上网找你的啊 其实都是现在的年轻人 大概都是这个族群的 然后以前也有一个客户就是 就是他也是很很语重心常跟我说他就说其实Amy真的蛮适合当小资组的设计师 你会考量很多 对我会帮他们考量很多 那真的该省预算的部分的话我也不会管那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对我有差还是真的赚很多 我也是觉得说那这个可以不要做 甚至于现在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名言告诉客人说你们真的不用做太多 因为现在买房就是资产你一定会有第二间第三间 我希望你第二间第三间都找我 所以你不用第一间做买你留一点钱给 对你留一点钱买第二间的时候你一定会再找我 所以我都会很直白的告诉我的客人说就是做现在你想做的东西就好了 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是Amy更懂这个感觉 我们不懂画图啊我们只会做 但是我们不懂设计师怎么呈现的时候就变成说设计师的考量 我们觉得可能可以就接受了 但是可是以设计师的角度Amy可能就会帮我们规划 就说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 他可以这里其实这个短条不需要做那个柜子之类的 不用这样的话反而是替真正乌组去这件页组去考量 他真正实际受用的地方是什么 这点蛮重要的 互相取得信任感 对 然后再来的是我们来讲实际面容 做自己的一个品牌设计之后 品牌成立之后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跟现实层面有差 是 而且这包含很多一句话包含超多的对 对很多 可能有资金现实面可能有人员 然后团队上面会不会很辛苦 团队其实也蛮辛苦的 是 因为当你有精打细算的客户的时候 设计师跟团队也要精打细算 对 他的预算就是莫名的卡关的时候 其实你也要去帮他想一下说有什么比较CP值高的做法 对 或跟公班讨论 所以其实都还是 就是客户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帮他处理 对 要达到他们想要的这样子 没错 是 可是我觉得是比较辛苦的部分喔 但是也有甜蜜的部分喔 真的可以发挥自己的常态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顾客一直让你觉得自己做这个方向真的做对 有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刚开始炒创的时候的客人 他到现在他还是很满意他的家 甚至于他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做客 然后我曾经有一个晚上在他们家过夜 跟我妹一起在那个朋友家过夜 然后就觉得说我住在自己设计的家里面 好特别喔 对 这是客户还是客户邀请 对还是客户邀请 对 蛮特别的 就是 除了设计是自己的家会自己设计以外 其实应该很少会去住到客户的家 对 那时候就觉得 好酷喔 原来我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 画出来跟做出来的最后呈现的都是感觉 对对对 其实反而是更能体会对不对 体会到自己设计的东西原来是这种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来运吗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未来的规划上面 有没有不同的近期的或短中长期的发展 由Ama来讲 Ama 目前我们就是在精进自己的团队 然后接着我们会有正心跟一个复牌 复牌的部分 那在明年度也还会有一些就是有做所谓的代理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有一些制裁的部分 会牵到国外代理的 对对 这也是后面我们想要继续在经营作业 所以我们会把原本的触角再往外扩大 然后还有经营复牌 那我们复牌走的方向是哪一个产业的 宠物的部分 宠物类 对对 因为Amy有个爱猫 猫咪 猫咪 有个爱 橘猫 爱猫 那我们就以它为发展 去做一些平面的部分 很特别 所以那我们这个的计划预计在什么时候 目前已经是在做架构了 规划中央 已经在架构了 对对 所以已经走在时程上了 对对对 所以Amy到时候要烧脑了 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就等Amy了 对 那接下来呢 最后我要邀请两位来分别给我们创业者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觉得你能够创业的关键是什么 创业的关键 或者是你希望他们怎么样可以走进创业这件事情 坚持一定要 坚持 你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对 尤其初期真的 你不需要投注很大的心力跟时间 所以你要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坚持 你才熬得过去 真的 不然很多时候 很多的夜晚 别含着眼泪 对 Amy头部有被发现 对 就大家睡得很开心的时候 其实你默默在画图 还在画图 然后可能还在烧脑 就是 这个工地要怎么后续排成啊 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 对 跟Amy一样就是 其实都要坚持啦 对啊 嗯 回想自己过去的 不管是在企业体系的服务底下 然后来到自己的产业 可能是要战战兢兢 尽心尽力 所以其实付出的心力跟时间 相对是过去的一个好几倍的成长 好几倍啊 嗯 但未来也希望我们Amy的假如 可以稍稍减轻一些负担 有人分担的感觉会更好 对 很好 所以其实我们会鼓励大家 如果有一份热爱的事业 有家人的支持 其实是很鼓励做重要 做这个热爱的事情 现在的Amy应该跟过去不一样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比较多 成就感的效果 对 对 好 那今天很谢谢两位带来传个故事 非常精彩 谢谢Amy 谢谢 谢谢